我男生是… 他必須公開講宣傳 我沒有看見你人 新鮮出爐 奧斯卡最佳電影《皇上無話儀》 影帝哥連肺夫 飾演漏口的益皇喬治六世 經過治療最終克服病患 我昨晚的瘋狂夢想 一個女人變成蝸蝠 最佳女主角尼坦利寶文 演活了芭蕾舞演員和心魔對抗 搞到精神分裂 務求舞台表現原理 兩出電影都是著眼 講術主角克服逆境 展現人性 有本講電影業人士就認為 電影成功之處在於劇本 而不是靠3D等高科技 技術的問題是科技的問題 就是輔助電影可以做得更好 它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都是寫人的成長 或者人的奮鬥 或者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如何向前 社會如何進步向前推進 這些我想是電影的最主要目的 藝術其實最主要目的都是這樣 無論我們說它是藝術也好 商品藝術也好 或者其他藝術也好 其實它最主要都是寫人為主 卓白棠說受罪於電影公司 香港很難拍到人情味濃的電影 拍到電影是不能回收 能不能賺到錢 其他的不是它考慮的範圍 即使你寫得很好的劇本 也好 如果你沒有商業元素 他們不會去拍的 所以神偷大家都知道 他們用了很多年才能拿到資本去拍 這部拍出香港人集體回憶的電影 是獲得電影發展局提供大約360萬資助 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 電影製作融資計劃 在07年推出以來至今 一共批出14項申請 撥款大約4千萬 支持本地電影製作 目前基金剩下大約1億6千萬 就算解決了資金問題 創作空間也是本地電影發展遇到的難題 在浸大修讀電影製作碩士課程的陳子媛說 如果本地製作的電影要打入內地市場 就要避開一些敏感的題材 合拍片我們看到內地市場開放 我們香港人會和內地合拍 例如一些敏感的題材我們不可以拍 政治等等 其實有受制 這樣令導演不可以發揮得太自我 他說本港市詳細 投身電影要有好發展 唯有北望神舟 香港歡頻電視機只有一項 收音不到